这种狗战斗力秒杀市面上98%以上的狗 也是一款全新全种 国内洋犬爱好者估计99%的朋友没有见过这种狗 墨西哥狼奔跑速度很快 可以达到65公里左右 战斗力也是极为彪悍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喜欢捕食人类家畜 在24季末被大批量的捕杀 肩高70公分左右 体重80来斤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种新型猛犬 就是墨西哥野狼后代 1996年 有位羊犬爱好者得到了一只混血墨西哥野狼 发现这种野狼战斗力极为彪悍 性格极度残暴 但是服从性方面却很优秀 对主人唯命是从 于是这位羊犬爱好者赶紧找来一只优秀的东德墨洋犬 也就是滴滴亚犬 去混血这只墨西哥野狼 经过几代的繁育扩大种群之后 诞生了一个全新猿种 从照片上看 该狗毛色枯黄 应该吃点鱼肝油促进生长 快速度补充维生素 增量它的毛色 我们养狗都可以喂点鱼肝油 这种全新的猛犬 体型比德国牧羊犬更加大 战斗力也比德国牧羊犬彪悍很多 难得的是 遗传了德国牧羊犬超高服从性 随后该犬种被命名为 墨西哥卡鲁波狼犬 据说价格被炒到了几十万一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